我有十几亿的人 为什么会找不出几个踢球的孩子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 也特别大 说实话 我也很难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是进行了一些思考 那么我跟所有人 就是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中国足球不行 同样的问题 这么多人口 这样的一个大国 很多的行业已经是世界领先了 那么我想说 就是说足球 它跟很多行业一样 是存在于社会的环境下 它不是仅仅足球本身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假如说你有小孩 你会让他踢足球吗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球迷 但是球迷们却不愿意让自己的还去踢球 对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 跟这个环境造成的 是吧 你会让你小孩踢球吗 你的小孩子如果遇到升学考试 学习压力大 作业多 你会让他踢球吗 你的小孩如果你愿意让这些都满足了 他在哪踢球呢 学校有操场吗 有运动场吗 有运动场 学校让他踢吗 好 这些都满足了 谁来教他呢 很现实的问题 是我教还是你去教 我教可能还不错 你教就不太高峰了 是这个问题吧 就是非常现实 我做过一些了解 就是从幼儿园到三年级 或者到四五年级 踢球的热情还是比较高 因为那个时候学习压力并不大 家长也愿意让孩子更多地去参与 小孩子这种天性都是愿意玩 愿意踢的 包括很多女孩子也是一样的 但是到了接近六年级 这个从事足球培训的这些孩子 他们用了一个词 我当时我这个汗都快下来了 就是听着挺震撼的一个词 叫断崖式的减少 断崖式的 我以为是什么地减 什么的 断崖 断崖 就直接 比如十个人 哗剩一个 这太可怕了 所以其实我们讲说 我们这么多人选不出一个 对不起 我们不是从十三亿人里边选 我们可能只从 我们的足球人口 一定没有我们的邻国 我们的邻居小国 日本多 一定没有汉国多 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的可选择的这个面很小 你可以喜欢 你可以来看 但是当面临着 是不是以足球为你的职业的时候 很多的家人都会选择读书 这个是可能相对比较保险 因为足球确实淘汰率还是比较高 他们选择一条更稳妥 可能竞争相对没有那么激烈 淘汰率更低的这么一个路来给孩子 所以这个我们作为从业人员也很无奈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需要整个社会动起来 整个所有人比你 是不是真心的热爱这个国家 如果国字号热爱这个国家 热爱这个国家队 热爱这支球队 如果你是发自内心的 那你就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观看比赛 在球场上踢球的是你的父亲 在球场上踢球的是你的兄弟 是你的儿子 就理性地去对待 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比赛输了 我在英国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输了比赛 全场起立鼓掌 这个目前在中国 我出国之前 回国之后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 从来没遇到过 去哪里 香港人 数 似 发